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在西文明律师事务所 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移民局的严格审理和欧万签证新动态 在2018年的时候 移民局公布了和参议员的一些往来互动的情况 有这样一个资深的议员叫Grasley 他是来自爱奥瓦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 现在已经80多岁了 然后他和移民局联系的时候 当时他是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后来经过了最近的中期选举 他现在是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的主席 应该是一个资深的比较重要的参议员 这个人的名字对投资移民的申请人来说 可能比较熟悉 因为他曾经多次推动过 投资移民1比5方面的改革 所谓叫乡村派 因为他自己是来自美国中西部的 所以强调投资移民区域中心 这个钱需要花在更需要经济带动的地方 而实际因为经济的原因 投资移民很多项目是在纽约市做的房地产 所以最后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相应的这位参议员对投资移民区域中心的项目 目前也不是很满意 然后现在他建议就是说取消区域中心 另外他在此前一段时间还曾经提出过 H1B签证和L1签证要进行改革 要有更多的限制 所以总体来说是倾向于更多限制合法移民签证方面的情况 那么2018年的中间 这位参议员给移民局写信是讲到 要关注对于O1签证被滥用的问题 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情况呢 因为此前在加州硅谷地区这样的媒体报道 说有的软件公司开发出了自动申请O1签证的软件 号称能够完成80%的内容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有很多比如在IT公司工作的人 其中根据统计 大半比如说拿H1B签证的是来自印度的 但是这个数量仍然不够 因为H1B每年要抽签 比如有的印度的IT workers没有抽到 那怎么办呢 软件的宣传在媒体上报道 就说你可以申请O1签证用来替代H1B 那么经过了这个媒体报道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可能有的人给参议员写信 然后参议员相应的也注意到了 联系移民局 说呢像这个IT公司这样的员工 如果绕过H1B抽签 申请O1签证 这个呢是不应当的 要求移民局呢采取相应的措施 那么移民局在回复的时候呢 讲到说呢 移民局会对于申请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调查 那么这个不仅仅限于某一种签证的申请了 就是所有的呢这个申请移民局要核实真实性 比如说呢有可能会联系申请人本人 这个提交申请的雇主公司 以及有的行业协会 还有呢如果提交了推荐信 可能会联系推荐信的签字人 推荐人 还有呢如果提交了审稿的记录 可能会联系期刊的编辑 核实情况 同时呢移民局还讲到从2018年9月开始呢 可以考虑接受来自工会和行业协会等等 对于O1申请的反对意见 当然这个具体怎么实行呢 还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工会行业协会不一定能够知道 某一个O1申请的情况 他们最多呢只能是对于某一行业 或者某一个大公司申请提出意见 那么这个是O1申请的最近的一些动态 反映了移民局严格执法的情况 那么O1申请的批准数据是怎么样的呢 看到呢在2018财政年度 这个大概有2万人左右拿到了O1的批准 这里面呢有一半多的是O1B 就艺术类 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 这个表演啊魔术啊模特啊等等 像这些 另外呢还有一小伴呢是科研啊 理工类的这样的接触人才 那么在2017和2016年的财政年度呢 数字也差不多 那么总体来说呢 目前根据移民局自己提交的统计数字 在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 用O1签证在美国的人数呢 大概有将近3万人 当然了除了用O1签证呢 还有他们的配偶孩子 可以用O3签证吧 这是另外的 那么这是以上的关于O1签证的这个情况 相应的呢 我们听说以及观察到 有一类的这个IT公司 这样的呢 他们申请O1签证 以及有的EB1B申请 现在看起来呢 比以前更难批准 这个可能和上面讲到的也有关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观察 科研人员 包括在大公司以及小公司工作的 O1签证相对来说呢 仍然还不难批准 我们有若干像这样的案例 此前的这个情况可能更多呢 是针对IT公司啊 这个码工啊 Software developer 像这样 那么他们如果在 作为O1B替代 寻求O1签证时候 遇到的问题 总体来说呢 我们看到呢 现在移民局对于申请的检查 可能比以前更加严格 灰色地带比原来更少一些 同时有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移民局或者是议员 也会注意到申请动态 包括有的媒体报道 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今后呢 如果说在美国会有经济波动 就业情况的变化 或者以及政治形势的力量消长 从这方面呢 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 移民和签证的申请 这个我们在这里想讲一下呢 比如说1B5 投资移民啊 这个经验教训 此前几年呢 投资移民曾经很热门 后来呢 要排好长时间 虽然申请人都要花几十万美元 但是呢 有的像前面提到的 这个Grassley这样的议员 对投资移民呢 也提出了很多意见 那么讲得通俗一些 就说呢 大家知道 美国政府虽然有很高的国债 看起来欠很多钱 但是呢 并没有说因为欠这么多钱呢 就说放弃了他自己的原则 对于出钱多的申请人 就优先批准 并没有 那么当然这个 到底是好是坏 也可以说是比较僵化的立场 我们关注的是办事角度 可以看到呢 虽然投资移民和难民啊 庇护的申请人 看起来处在两个不同的极端 但是呢 并不见得 因为申请人的资产收入多 就会受到特别的照顾 从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申请人呢 在美国留学工作 生活的人呢 需要提前考虑 不仅仅要考虑到 此后的美国绿卡 还要更多的留心到 当前的身份和工作许可 因为排期问题 将来的绿卡和目前的工作许可 工作签证都需要注意到 那现在呢 在美国有几十万的中国留学生 同时呢 也有几十万在拿工作签证 在美国的印度人 这个大家都面临的排期的问题 名额限制的问题 整体的问题解决是一回事 个体呢 怎么样来避免排期造成的身份的问题 这个应该根据自己的背景 然后适合的情况 来相应地考虑到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的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移民局的严格审理 和O1申请的新动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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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